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7月7日 今天是星期日 也來到農曆年6月初二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回去研究中國大陸 最新的經濟問題 中國大陸現在 中國大陸基本上是徹底翻車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 可以說得上徹底 是陷入崩潰的 而且徹底停滯不切 由於習近平 是推動習近平式的經濟 你看回中共 整個政治局常委 原本不同的常委 是有不同的功能的 但是今天 習近平天下的政治局常委 就是裏面所有人 基本上 是沒有一個懂得搞經濟的 所以現在 中國大陸的經濟模式 真的可以用 習近平模式來形容 習近平模式 會不會勝過 李克強模式呢 想想也知道 真的肯定出事 結果中國大陸 將所有的資源集中 在所謂 有優勢的項目上 例如 跟大家說過的鋰電池 寧德時代 智能電動車 例如小米 華為 基本上中國大陸 就是 把華為變成國際牌子的那一套全面 搬到鋰電池和智能電動車的上面 但是 這些叫做龍頭產業 坦白說 你做大了 理論上的確對 整個世界的電動車行業 構成很大衝擊 因為 中國大陸 實在有太多廉價勞動力 中國人又勤力 又算聰明聰明 但是最壞是喜歡造假 安全係數也不夠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中國大陸如果假以時日 理論上又沒有了共產政權 要跑出和跑贏 是真的 會發生的 但是奈何 指揮者 是一個蠢蛋 想贏也挺難 鞏固了優勢行業 我當你鞏固了 但是其他行業 就是陷入 這個徹底內捲黑洞 裡面 即是說 他們的 同行的內鬥 互相是紅海競爭 為了降低成本 就是進入一場 世紀的內捲 中國大陸 現在的市場 基本上你能夠挖到出來的盈利是有限的 再同一時間 人民幣正在 是瘋狂貶值的 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根本 不夠 在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還要大搞 買黃金 在搞黃金儲備 而不是在搞外匯儲備 即是說 不單止中國大陸 經濟陷入困境 更加人民幣有機會可能是崩盤的 因為如果 你扔了 幾兆出來 都救不回來的話 是頂不住的話 也有可能 中國大陸根本預算 是不夠人民幣 因為 中國大陸不斷累積 黃金 還有食物 還有 還有 是燃油儲備 原因就是跟對外可能爆發衝突有關係 再看看國際的環境和局勢 接下來今年美國總統選舉 已經有大量 的親建制媒體打了輸數 他們的輸數就是覺得 拜登做不到下去了 接下來 很大機會上台的就會變成特朗普 特朗普 對外 基本上 每個國家 都好像當成敵人一樣 當然中國大陸不用說 肯定 也是特朗普出重拳會對付的國家 肯定是其中之一 甚至乎是主力對付的 所以基本上 中國大陸 現在就是處於一種 半放棄狀態 還有 還有 中國大陸 是被5.20% 的問題夾擊的 什麼叫做5.20% 就是以下的事情 是逼近20% 不過是關於官方數據 實際上的數據可能更差 哪5個問題接近20% 包括中國大陸的青年人的失業率 企業 的利潤 還有 樓市 還有地方債 20% 是青年人的失業率超過20% 工業企業 的利潤 每年是遞減20% 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 收入 下降20% 房地產新開發 的面積 是暴跌了20% 還有消費者信心指數 也是崩盤的 又跌20% 好了 5.20% 已經是較早之前的說法 有部分的數據 根本已經跳過了20% 可能到了 30% 40% 甚至乎是50% 例如 中國大陸的樓房價格其實根本已經下降了 跌超過 一半以上 而且現在是缺乏任何的承接能力 為什麼變成 窮遊客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因為基本上他們的財富 是大規模蒸發的 如果你可以告訴我哪個行業賺錢 而那個行業 肯定會有 很多人衝進去競爭 例如鋰電池 電動智能汽車 這些有國家補貼的行業 陷入無限的 瘋狂內捲黑洞 即是說 你能夠賺到錢的行業 少之又少 但是中國大陸的債務 是大到 是無法想像的 所以其實很多的預測 都是說中國大陸 肯定是要進入 好像日本當年的失落 的10年 後來 又叫做失落的20年 再後來 是叫做失落的30年 坦白說 我覺得這個評論已經對中國大陸 的評論實在是太過客氣了 因為中國大陸 的經濟規模 還有中國大陸對外的負債 其實是遠遠高過 90年代的日本 是不知多少倍的 是數以十倍 甚至乎是過百倍 即是說 如果中國大陸是陷入失落的話 隨時不是10年 20年 30年 可能是會陷入半個世紀以上的 所以為甚麼我們那麼難推測 往後發生的事情呢 就是我亦都 不相信一個地方的經濟 可以叫做 陷入 失落50年的困境 是可以無端端看到它翻身的 因為中國大陸 會選擇用政治來解決眼前的困難 而絕對不像日本 日本很多人 還銀行貸款真的還了30年 而銀行 也會想盡辦法幫那些 買了樓供樓的人 日本的公司也不會炒那些 是員工的 跟中國大陸的情況是不相同 中國大陸 還會叫自己已經在供樓 沒錢 是員工是要買自己公司的投資產品 以及股票的 跟著齊齊爆煲 跟著齊齊天台見 中國大陸的情況 是遠遠比起 日本 是困難100倍以上的 因為一般大眾的生命 是完全不受重視 所以我們經常都看到很多 文章評論 說現在香港跟中國大陸就好像當年 日本那樣 又被美國人搞死了 經常都說 是美國搞死日本 中國大陸 好像沒有跟 美國那麼朋友 是嗎 經常都說要反美 你經常都反美 怎麼會被美國搞死呢 還有 如果中國大陸死起來 你以為可以變成日本 根本失落30年了 你做夢也沒那麼做 因為根本 中國大陸 其實 人均GDP 根本整個國家 是沒有辦法跟日本相比的 即是說 日本90年代經濟爆破的時候 經濟實力 是強過你 不知多少倍 中國大陸無人能級的數字只有一個 就是叫做對外的債務 這個數字是大到無人能及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在任何地方 找任何例子回來想嘗試 描述中國大陸當今的情況 都是 不符合的 而且不成比例 中國大陸 是人類史上最大的經濟泡沫的爆破 即是說 押金為止 沒有一個那麼大的經濟體 好像 大陸那麼大的負債跟著爆破 所以 根本 沒有先例可出 更加恐怖的是甚麼 更加恐怖的是習近平 絕對不會乖乖的 好像日本的市民那麼乖 有貸款 30年還了 多辛苦 都一直供下去 中國大陸不會做這些事 中國大陸為甚麼要搞 彎道超車 我不單止不想還錢 我要現在就贏了 跟 入賭場 欠了幾十萬賭債 然後我要借多點錢 我要一鋪翻身 跟我的人的態度是一樣的 完全還在想要彎道超車 要將 優勢資源集中在幾個優勢的行業裏面 你就知道 死定了 而且 而且 再沒得贏就會對外戰爭 這個 肯定 是要踏上自衛之路 所以 你說習近平翻車 一點也沒有錯 好 我們這次也和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有機會當然一定會繼續詳細和大家講解 好了 我們這節時間講到這裏 請各位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緊守崗位 好 我們這節暫時講到這裏 插一段廣告時間 多謝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 還未安裝VPN的觀眾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